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中了什么邪 继最高院长周强日前叫嚣要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亮剑之后 1月25日梁高又祭出了一个所谓的关于办理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把十几年前就已经搜臭了的冷饭又拿出来翻炒了一遍 换句话说梁高抛开本该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先来立法才能成立的概念 对所谓的邪教组织进行界定量刑 宣传品的认定程序等做出了解释 这是典型的违法越权破坏法治 更恶劣的 在梁高相关司法解释出笼的同时 中共党媒刊登了一篇 大同一女子悬挂法轮功条服获刑的消息 这个解释的针对目标显而易见 梁高翻炒这盘馊饭的目的 无非是中共内部一直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这批人 想利用当前中共政权整体面临危机的机会 将镇压法轮功绑在维护政权和体制的目标之上 以维护共产党生命存续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的理由 逼迫整个统治集团就范为持续迫害法轮功被输 本来这场延续了17年的迫害早已不得人心 迫害在体制内也遇到了懈怠和抵制 近两年一些法轮功学员被地方检察院 以证据不足等各种理由而不予起诉和释放 一些地方的供典法也消极执行迫害政策 这让一些早年执行迫害而被提拔上去的人坐立不安 所以现在抛出这个司法解释 在制造几个刑事案件嫁祸法轮功 以达到其逼迫整个决策层为这场迫害买单的目的 但人算不如天算 现在毕竟不是17年前 因为真相广传 明智见开 红魔气数已尽 将鬼定被审判 只是提醒国人 别被中共眼前的伎俩和恐吓迷惑了 下面为大家选拨大裤衩第三季中相关的片段 第三季全部的16集将于2月14日在网络开播 本台也将于2月20日在全球播放 敬请期待 张女士 这些呢 是上次您让我回去准备的东西 我因为修炼法轮功 被他们非法关押五年的材料都在这了 这些是他们对我酷刑折磨后 医院给开出的伤势证明 但是他们非法收查我家里 把我的电脑存款都拿走了 这些证明我找不到了 没事 我们尽量找证明 能找到多少就找多少 现在实行了有案毕利有素毕里的立案登记制 你放心 我会尽快把这些文件帮你整理出来 我们尽快递交上去 谢谢你啊 张律师 不 是我要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法轮功学员肃江的勇气 你们这么多人敢于起诉发动这场迫害的前国家领导人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你们在创造历史啊 是啊 江泽民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太多了 应该受到审判 是啊 别的不说 就说各让土地给俄罗斯 这个卖国罪是针对全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而且对你们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活摘器官 这是反人类罪 群体灭绝罪啊 所以现在不光是你们 很多有良知的人 国际社会上的正义人士 都在起诉江泽民 控告江泽民 小点声 有案必立的立案登记制 才实行了几个月 控告江泽民的人 就将近二十万了 这么多人可是没见哪个法庭 受理这种案子呀 司法界呀 江派的人很多啊 案子都压着呢 张高丽呀 向老爷子拍了胸脯 一定要阻止树江 刘云山也亲自下令 要我们大裤衩全力配合 可是二十万民意浩大呀 这张高丽阻止得了吗 阻止不了也得阻止啊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拿律师开刀 杀一警百 把律师先搞定了 没有维权律师跟着掺和 老百姓连树江案怎么写 还不知道呢 可是抓律师这事儿 上哪儿去都说不出理啊 要把这种事情 说成维护法律尊严 那也太高难了吧 所以呀 我叫你提前准备 现在先收集材料啊 你觉得难哪 是因为你还没有经验 这一点呢 你就不落原劲 黑的能说成白的 白的能说成黑的 这不正是大裤衩的强项吗 有什么难的 告诉你啊 真正难的 是怎么说都有风险 风险 你以为这就是明告官 这么简单吗 现在上面呢 斗得很厉害 大大一上台 就废除了劳教制 今年又搞出了立案登记制 我看呢 这都是冲着老江去的 所以呢 干好了得罪了大大 干不好你得罪了刘常伟 感情我是怎么做的 吃力不讨好了 所以啊 我让袁静 去做这件事 你在旁边啊 悄悄编鼓就行了 有那么严重呢 我告诉你啊 我能在大哭茶坚持到今天呢 我的经验就是啊 凡是太出风头的事啊 尽量少赞 想当年刚开始批判 法轮功的时候 那大哭茶开除了玛丽 二十四小时宣传 现在你看看怎么样 当初叫得最凶 干得最欢的 上到台长李东升 下到名嘴罗惊 怎么样啊 不是进了监狱 张宇就是得了绝症 都说没有报应 事实在那摆着呢 不怕行吗 明天有个法轮功的案子 要开庭 张宇会出庭辩护 这样 我们明天都过去看看 还有那个 来做技术指导的圆静 也一道过去 这么心事动众 至于吗 明天我们还要 全程录像 这是个政治 很重要 要报道法轮功 这个 这个不是禁止的吗 难道解禁了 不是报道法轮功 我们只是录像 据说这个张宇 曾经多次大闹法题 我们明天过去看看 回来再研究一下 怎么进行下一步 被告人王沐梅 从1998年开始 洗脸法轮功 2015年5月13日20点 王洪梅在北京市朝阳区 潘家路20号大院 散发法轮功穿单 235份 被抓获后 民警从其背包内 搜缴穿单163份 其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 破坏了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的实施 第一 起诉书指控我的委托人 王洪梅犯有破坏法律实施罪 但是却说不出王洪梅 到底破坏了什么法律 属于哪一条 哪一款 第二 本案无论从王洪梅的主观意图上 还是从客观结果上看 都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 第三 中国法律并未规定 法轮功是邪教 按立法法的规定 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 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 但是江泽民 却对法国费加罗报讲 法轮功是邪教 他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说 江泽民才是在破坏法律实施 安静 安静 这里是法庭 不是剧场 即使今天法庭宣判王洪梅有罪 但历史终将宣告 王洪梅是无罪的 希望法院排除一切干扰 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公正判决 安静 公安静 院护人请注意你的用词 被告人王洪梅 洗脸法轮功 政府多次对他说服教育 他仍然不止悔改 我抗议 修炼法轮功何罪之有 我修炼法轮功前 常年卧病在床 练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 我才知道了 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 更重要的是 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 做事先考虑别人 我按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 遇事找自己的不对 学功后家庭和睦 零礼融洽 在单位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模范 同事领导也都看到了修炼后的变化 他们都说大法太好了 请问这么好的功法 我为什么不能练 入口不许你再提法轮功这三个字 为什么不能提 你是法官 你应该最清楚 这个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到了什么程度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在于道德缺失 你在这个法庭上 接触过这么多法轮功学员 他们个个都是好人 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不过 这样一步能够提升道德 挽救社会的高德大法 我为什么不能提 你大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的话还没说完 你们让我所谓的转话 难道是让我放着真善忍不学 反倒去学共产党的假恶斗吗 还有 你们不要再说谎了 大家看看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 春风话语般的说服教育 你们这两个警察 这样欣慕一个无辜的人 我们不必穿身警服 法轮大法好 信仰无罪 赌注他们谁 你们是流氓 放开我的委托人 章云你在法庭大声喧哗 辱骂执法人员 现在剥夺你的辩护资格 请法警立即将他代出法庭 我这是执法的法 你们还讲不成理 妈妈 我还讲不成理 我们还讲不成理 这是法庭大法庭 我还当有什么好戏看呢 我们走吧 剪掉 从这儿开始都剪掉 即使今天法庭宣判 王洪梅有罪 但历史中将宣告 王洪梅是无罪的 停 这一段全都剪掉 一点不留 住手 你们这两个警察 这要屁股一个无辜的人 还有这里 打人这段 全剪掉 对了 就到这儿 再放一遍 安静 多安静 较护人请注意你的用词 你们不配穿这身警服 安静 安静 你们这就是犹豪 快 好了 就要这些了 足够了 袁静真是宝刀不老啊 干起这种活啊 手法娴熟 手段老道 厉害厉害 学习了 学习了 没这两下子 怎么在大裤衩混下去啊 这个不算什么啦 当年罗金在的时候 他们做的那个自焚的录像 那个难度比这个大多了 出动了医院 消防 军队 武警 一起配合 不过我听说那个片子 刚拍出来没几天 就在国际上给接了个底朝天呐 被人揪出十几个破绽 还拍成了纪录片 那叫什么来的 维虎 听吕岛的口气 难道是想给法轮功发案 您别误会 我只是说啊 当年那个自焚的录像片 如果请您去指导指导 恐怕就不会 连我们的实习生 也能看出漏洞来 就说那自焚吧 那火刚点起来 那警察就拿着灭火器 在旁边站着 一看就是摆拍嘛 这观众啊 一看就得看漏了 观众看漏不看漏不重要 重要的是 领导看着好就行 你说对吧 对的 什么 说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是谁 你们是什么办法 外头 你怎么不能这样 放开我 别这样了 没用 近日公安机关破坏一个重大山边团伙 他们以盛丰律师事务所为招牌 雇用一些无良律师 专门勾结敌对势力 串联起来给政府添乱 其中身为律师的张宇 违法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他多次大闹法庭辱骂法官 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节目做得是很好 可是张宇的话太少了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嘴硬 让他说出请你们照顾我儿子 这都是袁静使出浑身解数 才套出来的 这回节目也做出来了 上面居然满意了 这袁静是不是可以高深走人了呀 死也 命也 节目做得确实很好 上面也很满意 可他自己不争气呀 怎么了 又离职了 刚回来又离职 他有病啊 你还真说得对了 他真有病 那天呢 他突然间胃疼 去急诊 医生说呀 熬不过两月了 真的 难道这就是所说的现世现报 都离聚了 都离聚了 都离联络